看见了亲的众生 学习信念的真知 一生勇敢的人生 分享快乐的我们 透过设计展的举办 可以让台东的文化 台东的多元的工艺 以及对土地的爱 可以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诠释 所以这个不只是对台东来讲很重要 而是台湾重新诠释设计的一个机会 台东在地的元素非常非常的丰厚 台东是全台湾最多元族民族的县 然后还有南客家外省新移民等等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让台东 本来就是很丰厚的在地元素 能够更加的厚实 更加的有能量 向台商跟工业局所简报的人是谁呢 是我们的县长 县长带着20个局长 一起向长官们做报告 他所代表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企图性 本来就有的很棒的自然的景观 再加上也能够把人文的人为的这些东西都能够让它提升起来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办理这个设计展最重要的目的 台中县政府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不只是台东也好 或者对台湾省的各个县市来说是一个有一些示范性的功能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来看看台东怎么样利用设计提升它的竞争力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像我们有12家工房 就在12家里面 能够说把我们所做的东西都可以呈现出来 让我们的一些知名度打出去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房间亭县长这一路带着我们 所以事实上公司部门在帮我们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的 我们一开始一直在自己的地方生活默默地在做 就等待这一次的舞台 所以今回こういう形式で台湾の人たちに 私たちのものを見てもらって できたら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深めて 台湾のクリエイターと会って 僕たちができることと台湾の人たちができること 一緒にできたらいいですよね 用一次的假日就可以看完所有的作品 非常不错 就不用特地跑到外縣市去看展 我觉得很棒 让大家大开一进 台湾デザインエキスコ DU